各位,我今天這段影片是錄給一些應界IB的考生 考大學那班,即是DP那班 大家都知道IB這個課程 因為很多國家都要停課的關係 宣佈了全球取消 讀IB的同學應該已經回家,等學校的消息 在3月27日,IB已經出了一個很完整的消息 在這裏講一講一些重點,好嗎? 首先是宣佈會取消,以及不會resume這個5月份的考試 但至於11月的考試,現在這個情況仍然繼續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如果有些科目你想retake 或者是報11月的考試,你也可以報11月的考試 好了,5月的考試這一批,究竟會不會有成績呢? 他就說會有的,而且放網時間將會是7月5日 即是如果你回家的話,到時你就要上網去查你的成績 這裡有一些常問的問題 現在各個中學要做的,就會在4月20日之前 就將你們以前做過的coursework那些papers 就會停一次上去IB的考試局那裡 他們就會將以前你們的internal assessment 就是externally這樣去assess一次 即是將你的卷重新改一次 這樣吧 有些最大的問題就是 有些學生可能說,我的coursework其實不太好 我的預備就是考試的時候衝的 現在你只拿到coursework,會不會有影響呢? IB就說,在這一方面其實他們會基於幾樣東西 就是你的coursework的分 即是你的老師給你的分 你的predicted grades 還有你的學科學校老師給你的grace 加起來再混合全球和歷史性的大家的數據 其實我覺得它的意思是 就是我們所說的like curve 去再衡量一下 希望不要有人是因為這樣而不著數的 但是如果你仍然是不滿意你之前考的試 你的paper,你的assessment 你想有多個機會 那你就可以報11月的IB的exam 因為在現在這一刻來看 就覺得那個exam應該是會預期舉行的 除非有意外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的話 有某些課你想再考過的話 你就要正式這樣withdraw 你這個五月的考試登記 這個就在IB的網頁寫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如果你要做的話 你就需要上來看一看 你仍然會有你的diploma 或者你的certificate 剛才說了7月5號就會放榜 大學方面當然IB就會跟大學溝通 我想他們現在都忙到瘋了 應該 大家英國的學生就可以報5間大學 然後大學如果想收你的話 可以給你一個conditional offer 據我所知 這件事都令到一些大學 是本來沒那麼早給offers 他都紛紛在這段時間 就會出了一些offers 給大家去考慮 我自己就不覺得 是需要馬上確認的 因為對於大學來說 都是家家有求 他們在offers 都會給一個時間 給你一個deadline 你去confirm 究竟是否讀他的學校 取得他的offer 或者是取得他的assil insurance 這樣 這個大家按照自己 心儀的大學給你的offer 上面的成績就可以了 很多考生會關心 會不會之前的predicted grades 寫了他的成績 那裏 IB方面 這個是他們考慮的其中一個因素 但是因為現在會重新改過你的卷 重新改過你的功課 所以這個是他考慮的其中一件事 predicted grades 另外學校還會有internal的成績表 那裏面可以寫什麼grades 是否一定要寫predicted grades IB方面 就說他這個相信學校的專業 你覺得是哪一件事 最新是反映到學生的程度 就由得他們填 大家都知道這個成績表 其實跟大學收生的時候看也有關係 所以這件事 現在交給中學去決定他們怎樣寫最後一個學期的成績 另外就是一個大家都很關心的 就是EUR 即是Enquiry upon results 即是如果你收到成績之後 你覺得不滿意 你想查卷或者有疑問 那這個section是會繼續的 是仍然是可以 學校是可以submit這些的查詢 會不會有關於考試費的退款 這個他就說他還在想 遲些就會公佈怎樣做 關於這整件事裡面的現在一些處理方法 譬如有些oral exams 譬如讀arts科目的exhibition 類似那些很多很多很仔細的問題 大家就可以上去 Ibo.org 在裡面就是3月27號發放的news 就是叫covid-19 coronavirus的updates 大家可以click進去 就會看到裡面所有 剛才我addressed過的問題 甚至乎一些再仔細一些 關於你學科的FAQ 都會在裡面找到的 今年就取消了這個IB的考試 我覺得學生都會有一種很複雜的心情 有些可能會很失落 好像自己準備了很多年的事情 突然間不用你考了 有些又會擔心我之前做得不太好 我就覺得大家應該暫時才結束 學期 大家亦都可能不趕著回家 或者還在英國或者其他地方 就在想病機票 我覺得大家可以relax一會 正如剛才說 4月20號學校會 將你的分數再呈一次給評審 這段時間 其實你都可以跟你的coursework teachers 去商量一下 你有什麼問題可以問一下他們 他們一定會有他們的資訊 還有一些advice給你們 既然都已經成為事實了 我覺得大家都放鬆心情 不要太緊張 如果大家有什麼心事 可以跟同學聊一下 跟coursework teachers聊一下 也可以跟家長聊一下 總之希望大家不要因為這件事 而太大壓力 或者太有anxiety 或者是不開心 我知道很難的 不過都這樣說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檢查的話 我還在英國 我可能會靠近一些資訊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盡量幫大家找出這些答案 今天就是這樣